大家好 我是河泰汽車阿翔 每個男人心中都一定有跑車的夢想 蘭寶基尼 瓦拉利 或者布加迪這種 那當然今天阿翔要帶大家介紹的是 平民化的跑車 就是這台非常純種的美式肌肉車 到期挑戰者 相信大家之前也有看過SGN的影片 阿翔有介紹過野馬 還有CAMARA 那今天阿翔帶大家認識這台到期挑戰者 為什麼他們稱之為三大美式肌肉車呢 因為其實在早期當初比拼的是直線加速 那個時候是不會去看每個人的操控技術是怎麼樣 當初比較就是今天引擎的馬力跟改裝的幅度 看誰的直線加速速度是比較快 到了後期慢慢的去做調整調效 讓比較符合一般民眾做使用 變成說它的操架包含它的底盤懸吊都是來的比以前來的更好 因為以前早期的美式肌肉車 在懸吊的部分都是比較軟的 那當然那個時候他們是比較不注重在駕駛方面的嘛 那今天阿翔帶大家認識的是這台 2016年的到期挑戰者 今天阿翔介紹這台是屬於比較高配的 它是Plus版本的 那其實可以看一下它的外觀 它的鋁圈搭配的是20吋的鋁圈 因為它是Plus版本 所以它的鋁圈的部分是直接在原牆的做升級 然後它是V6 3.6升 最大馬力是305P 最大扭力是37公斤米 如果假如說以懸吊的部分 其實它在跟上一代做比較的時候 它的懸吊是有大幅的做提升 包含前輪它是獨立懸吊 那後輪的部分它是採用多連桿的懸吊 如果假如說駕駛的時候你在開快 在入彎的時候 其實它的穩定度是比前幾代來的更為漂亮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內裝喔 因為阿翔今天介紹這台是屬於Plus版本的 那它的內裝部分它就是採用PE 帶有冷熱通風 方向盤還有加熱的功能 冷天氣的時候你今天還可以 一上車就可以摸到熱呼呼的方向盤 讓你的手不會得那麼冷 因為它其實到期阿 它的內裝其實它的介面的使用度是非常豐富的 來 幫我拍一下鏡頭 對 你看它像其實它是把很多的快捷都做在它的選項裡面 包含它第一個就是我們目前的那個行駛的速度 好 然後再來還有 還有它的那個 這個算是它的里程電腦 所以包含它的油溫 機油溫度 機油壓力 或者說胎壓的表現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還有包含那個電瓶的電壓 對 其實它在這邊都幫你把所有的車輛的 車輛的所有的資訊都 全部都秀在這個介面裡面 所以讓大家在操作上都可以非常了解說 我目前這台車的狀況 使用狀況是怎麼樣 對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所謂的賽道 還有賽道的那個計時功能 它裡面有一個0到100的加速 還有包含煞車的那個 煞車距離的那個測試的模式都有 對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它的平均油耗的表現 所以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 Plus版本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阿魯品的音響 是比較偏搖滾曲風的音域啦 那因為畢竟每個音響的品牌 在每個音域的表現都不一樣 那其實我覺得阿魯品的音響 其實感受上搖滾曲風的那個音質來的 還算不錯啦 表現算還不錯 今天因為時間有限齁 阿翔今天就帶大家先介紹到這邊 如果假如說對到期挑戰者 或者是說野馬有興趣的話 歡迎來到核帶汽車 因為我們近期其實我們進了非常多的 到期挑戰者跟野馬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店裡做個比較 看今天我是喜歡哪一種類型的美式肌肉車 那阿翔會用更詳細的介紹 帶大家來認識我們店裡的美式肌肉車 謝謝